之前美國總統拜登說到 考慮減減對華的關稅 其實星期一的時候 對美股和港股都有一個不錯的帶動 如果真的減減的話 你覺得有哪幾類的股份真是可以受惠 大底如果計算一個板塊的種類 都是一些出口股 另外亦都是一些航運股 再加上如果真是這個城市 有機會令到人民幣有一些短期反貸 所以亦都可以炒一些 所謂人民幣升值的那些受惠股 再加上一個概念 本身之前內地亦都有些反制措施 譬如說別人收你多少關稅 你又反制別人 進口那些貨品又收回關稅 如果你說美國接下來取消 我亦都相信很大機會 內地那邊亦都會取消反制那些關稅 所以變成一些很依賴由美國進口回來的 那些企業亦都會受惠 是的 譬如說板塊而言 你覺得有這幾個 譬如說哪個你覺得是特別受惠 大家可以關注 留意一下 即幾個板塊都會受惠 但個別裏面的股份 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說出口股來計算 例如創科 新洲 另外譬如說敏華 再加上小小小的譬如說JS環球生活 這些就是家電的股份 有很多都出口去美國的 那這些都應該是會受惠 另外如果計算一些受惠 進口關稅會是可以調低的 譬如說萬洲 萬洲有很多豬肉之前是有美國進口去中國 亦都是受到中美貿易的影響的 那如果你說港人民幣 即是短線升值的受惠股 可能是航空 組織那些 基本上都是這些為主 另外航運 航運就是集裝商那些 譬如是1919、316 嗯 好 存機 我的豬肉 modeled